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南海 東海 印太地區發生了一件對中國很可怕的事 其實這個也是進程 為什麼習近平可以在南海 在東海可以稱霸一段時間 無非就是利用了文在寅和日本的衝突安倍晉三 這兩個東亞的經濟強國 甚至是科技大國 當他們出現矛盾的時候 文在寅是傾向於中國的 尤其是經濟上高 雖然你看到美軍大量駐紮在南韓 但是事實上文在寅是從來都不給日本和美國的 你就看到當日薩德系統 他一上來道歉道歉又道歉的狀態 今時今日中共最不完見的東西就是文在寅和文石穴正式握手 根據共同社報導 外交消息人士3月4日透露 日韓兩國政府圍繞著二戰時期被一強徵勞工訴訟問題的初傷中 正在探討一男子解決兩國之間原意未決的問題的方案 包括原告的賠償問題 而日本對韓出口管制和重啟首腦往來這些 同日韓聯社報導說 韓國政府計劃在這個月6日正式宣布 以第三方賠償方案對被入強徵勞工受害者進行賠償的解決方案 拍板 事實上日韓的關係從來都有三方面 第一位安撫 安倍晉三是解決了 也都簽了和約 跟著文在人不依不饒地不停再將這件事反來覆去 跟中國不停消費南京大屠殺一樣 結果跟日本交惡 跟著日本制出限制令造成了三星 很多科技沒有辦法可以根據正常進程去做 尤其是晶片的一件事落後於台積電造成了一個分水令 而第二就是現在強徵勞工的訴訟 這件事如果都達成到 那就就是說 還欠一件事就是捉賭獨賭 這個賭究竟是主權誰屬 但是這件事不牽涉賠償問題 這件事既然現在是韓國手 這樣日本只要不強硬地用軍事行動 然後將它冷卻了 不作為一些軍事挑釁的話 即是等於將這件事徹底淡化 今天見到岸田文雄和尹錫越握手的話 即是這兩個無論是經濟和科技 他們都會走在一起 而中共再沒有辦法 好像過往那樣染指韓國 這件事成為了整個印太地區的硬傷 為什麼 因為你看看東盟國家 真正現在傾向於中國的只有半個緬甸 柬埔寨老窩 其他的經濟大國 就是說人口規模 經濟大國 比如馬來西亞 印尼 越南 泰國 甚至新加坡 他們都是站在美國這一邊 而南太平洋島國已經白熱化了 回歸回美國 然後你看看澳紐 日本 唯獨韓國 韓國以前經濟是走向 或者政治走向傾向於 中共的 這一次的破局 就是說這個唯一還有機可乘的國家 都沒有了 當日我很記得就是王岐山 文在寅退下來的時候 趕快跟文在寅打招呼 接著就見尹錫月 這個就是整個中共 在印太地區唯一一個缺口 今時今日都告訴你 No way 這張牌 沒有了 現在重剩的就是歐盟 但是歐盟也都因為俄羅斯問題 跟中共沒有辦法再像過往一樣走在一起 整個外交 整個軍事 整個經濟 已經全面這樣跟中共陸續這樣切割 習近平在這一次的兩會之後 究竟他有什麼方案 當然了 外交的經濟這兩方面 是現在重中之重 既然是這樣的 我們儘管拭目以待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的like 追蹤 分享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比賽 大飛翰天下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而日韓沒有了這種分歧 他們無論是經濟外交都會騰飛 拜拜